落实洗钱防治,扛起打炸责任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众嘉宾大声疾呼 落实洗钱防治,扛起打炸责任 因为方便民众购物消费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设立免坎低,恐沦为诈骗集团诈骗洗钱 及躲避检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国文要求述发布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应比照虚拟货币模式 在两个月内强制完成法尊声明及登记纳管 中嘉宾也指出 一万四千多家第三方支付业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额是零 他严重怀疑有诈骗集团 直接开设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机关应该针对支本额 金流信托与虚拟账户三项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业者主管机关应要求必要的支本额 以落实法尊要求 第二主管机关应该对于金流信托过程予以明确的规范 包括国委员所提出的从支付嫁金到领取 嫁金的过程 第三对于虚拟账号的泛滥 那预须刻以第三方支付业者必须针对使用虚拟账号的过程 能够做及时的存入 我不敢说监控 及时存入就好 那这样子呢 才能大量的有效的去恶阻诈骗集团 使用第三方支付作为犯罪工具 不过苏发部代表在说明目前管理措施时 却引发过国文不满 直批好像侯友宜讲的都是官话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许行业 你现在考验我的耐性 你有点像侯友宜 我请教你 我再问你一次 苏发部到底要不要 离同金管会处理虚拟货币的管理方式 只要任何就是说有助于第三方支付管理的 这部分我们都会愿意来积极来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其实也都从成立在 我们就一直跟高权署 刑事局打完办 还有金管会NCC 都不断的在开会来提升 我们这个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诈骗的一些房制作为 金管会方面这表示 6月银行工会已提出 对第三方支付提供虚拟服务的强化措施 法务部者回应会定期与速发布 分享洗钱房制样态 并透过跨部会横向平台 处理第一线执法人员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我们刚好也备查了工会 它更强化的一个措施 对银行工会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 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这个强化的措施 那刚刚委员提到有关中间他在做业务的时候 要不要持续审查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异常必要的时候 终止 相关案例犯罪太阳的这个部分 行政院也已经责成 台湾高等检察署 跟金管会 NCC 还有速发部等相关部会 要组成一个联系横向的沟通平台 让他们可以处理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郭国文最后要求 数位发展部在一周内提出回复 中嘉宾也决定近期将召开公订会 邀请各单位一起集市广益 避免便利的科技工具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 先别走 先恢复 先别走 先别走 谢谢大家